- 大家好,我是墨金哥,欢迎收看《今夜不搞笑》 这个单元专门为大家说说各种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鬼故事 在第22集的莫名其妙中,墨金哥原本要在那一集介绍台湾真实终会抓僵尸的事件 但是碍于影片的长度没有说给大家听 没有关系,今天这一集经验不搞笑 就来告诉你们这个又惊悚又悬疑的台湾真实僵尸事件 在故事开始之前,为了怕有人不知道僵尸是什么 那我们先看一段短片 鬼故事常常说到那些看不见的鬼 那有没有这种刚刚影片所看到的,能够看见的僵尸呢? 哼,也许还真有 这件事情发生在还在戒严时期的民国63年 当时在台东,有一个村民在经过村子外围的一个坟墓区的时候呢 竟然有一个年轻人被吊死在坟墓旁边的一棵树上 更恐怖的是,这个人是用非常奇怪的方式被吊死 他竟然是被树枝在脖子上面卷成一圈一圈被勒死的 这就像是树活了过来 然后像个章鱼触角那样子 伸出树枝缠住了这个人的脖子 然后活活把这个人给缠死了一样 从这里开始就有个不寻常的气氛了 但是当时这事件第一次发生 也没有多少人特别注意 报警之后呢,直接就以自杀结案 然后把年轻人想办法解下来之后呢 交给他的家人去处理他的后事去了 但是恐怖的来了 仅仅相隔了一天 又有村子里的一个年轻人 被发现死在同一个坟墓区的树上 几乎就只差 不是在同一棵树了 但是这一次 大家全部都吓坏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一次年轻人不是直接吊死在树上 是一个很粗的树枝 直接穿破他的胸膛 整根树枝直接从他的胸膛穿出来 然后就以这样子奇异诡异的姿势 挂在了那个树上 请问各位 要怎样子才能够在那么高的树上 然后让树枝穿破自己的胸膛 死在上面啊 很明显 这个自杀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那到底这个人怎么会以这么诡异的方式 死在树上呢 正当大家还在推敲这个可怕的死亡事件时 又有更令人心里感到发毛的事情发生了 还记得吧 这两起离奇的命案事件 都发生在同一个坟墓区 结果竟然有人发现 那一个坟墓区里面竟然 三四个坟墓 被挖开来了 甚至其中有一个棺材的盖子 也被敲开来了 而且更令人感到单身心惊的是 里面的尸体 不见了 怎么会不见呢 难道是盗墓吗 不 盗墓不会把尸体也整个倒走的 这个骨骸不见的墓 经过调查 是一个几十年前就病死的一个村民的 那究竟这个死去了几十年的村民尸体 在哪里 好了 首先是有人被发现 树枝以奇异的方式缠到了一个年轻人的尸体 然后这个年轻人死在了树上 第二 一个年轻人竟然被树枝穿过了胸膛 死在了树上 第三 还有一个坟墓的棺材盖子 也被敲开里面的尸体 也不见了 把这三个恐怖的事件串联起来 很快 这些事情马上就传遍了全村了 一股令人感到不寒而栗的气氛 弥漫在整个村庄当中 不过 所有人都万万没想到的是 更加惊悚的 还在货往头呢 在第二距离奇死亡的尸体被发现后呢 同时也是坟墓中尸体不见的那一天 也就是整起事件的第二天 警方就呼吁大家晚上不要单独外出了 但是到了第三天更怪的事情开始发生了 一到晚上 村子里的狗就开始集体的 吹高雷啊 各位你可以想象吗 几十只狗同时发出了这么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声音 这个场面到底有多让人心里芳毛 民间传说中 狗那个看见人看不见的东西 那是不是 这些狗都看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呢 不仅如此 还有人发现 在靠近村子门口的地方 有一只狗被杀死在了那里 更加吓人的是 这只狗的血似乎都被吸光了 脖子上呢 还有明显的洞口 就像是被什么东西给咬了 被吸血了一样 还没完 试了这一只 又有第二只死去了 一只死 两只死 三只死 后来越来越多只 同样以离奇方式死去的狗 被大家发现了 那这些事情到底有多轰动 我来告诉你 这些事情 惊动当地警局直接派出所有的警员 破枪实弹 24小时来这个村庄巡逻 村子里的壮丁还都带着火把 跟着园警全部团团围住这个村子里的连外区域 为什么要这样子 防 将 死 甚至还发布了宵禁令 禁止所有人在晚上的时候进出村庄 但是狗还是一只只的离奇死去了 天啊 讲到这里我自己的鸡皮疙瘩全部都上来了 真的很毛 非常的毛 就这样子 到了一个多月 是没有人再死去了 但是狗还是一样 一直死 一直死 那到全村甚至周边的村里呢 全部都紧张兮兮 风声鹤唳了起来 村民认为这实在不能够再继续这样子下去了 既然警察没办法 那我们请 鬼王 来帮忙 诶 鬼王 是谁呢 钟馗 好了 村子里面的人呢 决定请钟馗来帮忙 但是这个村庄没有钟馗呀 那他们只好到其他附近有钟馗的地方寻求协助了 诶 没有想到一到庙中这个鸡童呢 竟然也起鸡了 马上同意 有钟馗鬼王 前去抓僵尸 在钟馗前往村庄的途中呢 又发现了一件害人惊悚的现象 没有想到 有一位妇女竟然发现路上呢 有不寻常的脚印 而且这个脚印呢 几乎都是两只两只脚并在一起的 而且前后脚印相隔都很远 就像是真的有人双脚并在一起 往前跳一样 天呐 这该怎么解释 到村庄后呢 鬼王就下指令了 追着这个脚印 抓鬼 这时候呢 警方也配合了鬼王的指示 带着枪 保护着村民 然后跟着鬼王 追脚印去了 诶 等等 竟然警察也配合鬼王 那是不是代表警察也相信有鬼呢 诶诶 好了 到了晚上 几百只火把 浩浩荡荡荡的一行人跟着鬼王走 走啊走 在这个村庄绕啊绕 在钟馗走到这个村庄的最边边 最角落的一户人家的时候 停了 吉童这时候说了一句 鬼 住在这里 所有人此时都不免害怕了起来 因为鬼 住在这里 不得了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 不知道 好 只好 先敲门看看 大家都非常紧张的等待 看看会走出来什么人 到底会不会是直接僵尸 就跳出来了呢 还是会是其他我们想象不到的状况呢 全部人都不知道 所有人都仿佛停止了呼吸一样的等待着 等了一阵子 门 轻轻的被拉开了 走出来了一位妇人 这妇人一看到眼前 这么大阵仗 还愣住了 问了这妇人 家里是不是藏了僵尸 这妇人说 没有啊 我们家人都在外面做生意 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啊 大家不死心 再问 那你家这几天有没有发生什么 不寻常奇怪的事情啊 也没有 没有啊 都好好的啊 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啊 没想到讲到这里 鬼王中辉指示了 鸡同说就在这里 铁钉就在这里 不处理掉你们精华还会再死人 现在就处理掉这个僵尸 好啦 既然鸡同这么斬钉截铁的说 住在这里 那所有人就把这间屋子给团团围住了 所有人开始在屋内屋外翻箱搞贵的找 找啊找啊找 各位 让现场所有人都吓得惊呼出来的事情发生了 为了防潮室 这个屋子和窗是有架高的 而有人就在这个架高的空间中 发现了有很多的 鸡龙 而且 里面 似乎还藏着 什么东西啊 这个胆子比较大的人 鼓起勇气 一起把它 涂了出来 天啊 一具尸体 就藏在这个里面 而且这个尸体还成了 硬尸 硬尸 指的就是没有完全腐烂的 尸体 如果这个尸体很一般 那还不能够肯定就是这个尸体在作水 但是大家在这个尸体的脚上发现 是湿的 而且还有泥土 天啊 那就代表这具尸体在短时间内沉浸起来 左洞过 很显然 这就是那一个僵尸 而这个妇人看到这里 马上就直接下晕 当场昏倒了过去 为什么 因为 这具尸体被发现的 正上方 就是妇人 平常睡觉的地方啊 他不知道跟这个僵尸 睡了多少天啊 好了 既然僵尸找到了 那该怎么办呢 现在所有人都非常害怕 僵尸会突然爬起来继续害人 这时候鬼王钟葵 下了指令 烧掉 就在所有人 一级钟葵 一级派出所分局长的见证下 大家一起生了一把祸 把这个害人夺命 吸狗血的恐怖僵尸 给烧了 现场不仅散发出浓浓的恶臭 甚至还有传说 听见了真正的哀嚎声 恐怖的点说到这边 算是没了 后来 村庄也果然恢复了宁静 以上 这就是台湾史上 真实的终可以抓僵尸事件 影片最后 墨静哥想说 哼哼哼哼 年轻人死在树上 真的就是僵尸所为吗 还是说 另有其他妖魔鬼怪在索碎呢 以及 最后被拖出的这一具尸体 难道真的就是那一个 作祟的僵尸吗 还是 真正的僵尸 早就逃到别的地方了 而这个尸体 这是另外一个 受害者呢 哼哼哼哼哼哼 一切谜团 包含故事的真实性 就留给大家 自信的想像了 好了 我们影片就到这边了 记得订阅墨静哥的YouTube频道 并且打开铃铛 这样子我下一集的经验不搞笑 你 才会收到通知哦 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 请按个赞 并且分享出去 然后留个言吧 我们每天都会发布新片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 See you tomorrow 拜拜